其实我觉得所谓的自我保护欲很强烈的人呢 某程度来讲他是很害怕受伤害的人 然后我的确是属于这种人 只不过可能给人的感觉他是属于强悍的 防卫机制很高的 但其实这种人就是因为在我被伤害之前 我先启动那个机制 只要我逃得够快人家就伤害不到我 就是只要我可以不给别人机会伤害我 那我就是保护好自己 我觉得年纪他是一个很残忍在那边就摆着的 所以不要害怕变老也不要着急长大 所以越是随着那个年纪的时候 我其实害怕失去的是现在 因为现在此刻他也是只有人生一次而已 没有办法再重来的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可以再回到现在的 我能做到的事情 可是有头发谁想当和尚对不对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会给我那个感觉是 我可以感受到安全感的 其实是很容易会卸下防备的 但是当这个自我保护欲 其实他某程度是因为长年累月的累积 我成家的算比较早 是因为我爸在我小六的时候就过世了 那我小时候算是个公主的哦 你不要看现在好像很top这样子 是因为爸爸过世了以后 我就会有那种自觉是 我要照顾家 我是我家的儿子 我是我家的女儿 我要照顾好妈妈 然后我不能够让 因为没有爸爸这件事情 他成为别人可以攻击妈妈 或者攻击我的一个弱点 这好像就变成说是 现在的我 一个已经习惯的我 自我保护欲 在我这里的那个方法呢 是一个很negative的方法 我并不会很强烈建议大家去做 但是也许有人跟我一样的话 我会跟你说 我们都一样 是因为我们都会把事情先想得最坏 就是我会把所有的事情 做一个最坏的打算 有点悲观 但我还是相信有些时候 你不能够太乐观的 因为这个世界真的很残酷 如果我可以把一件事情 先想得最坏的一个结果 那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它如果不是最坏的那个 它可能只是level 2的坏 我就会觉得 可以啊 我还可以接受啊 我还可以settle 但如果它真的已经去到一个 我以为的那个最坏 这样我就会觉得 你看 我都知道它会这样好了 那我不会太失望 因为我已经把东西是放在一个最绝望的状态 就是一个最坏的打算 这样子的一个悲观的人 其实他同样的是希望有光照进来的 所以自我保护欲望像我这样子 我不可以代表所有人 可是他是同时又害怕 但也期望的 害怕是因为 所以就像我讲的 我害怕失去 我看重现在 所以 我很担心现在 如果我没有牢牢抓住每一个机会也好 现在的moment都好 那以后的失去是我 没有办法afford的 年龄会不一样 现实面一定会不一样 你20多岁的时候 你可能看重的真的是梦想 你真的会想说 我如果今天的那个机会来了 那可能 我会愿意牺牲一些 比方说 有机会了 那我可能会牺牲现在谈恋爱的机会 来到现在这个30多岁 就是大家讲的中女的年纪 你会开始更看重的 他有物质 他真的不是没有物质 是你有太多太多的房灾 人生生活保险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 你跑不掉的物质 所以在这个物质的前提之下 你会选择去现实的考量说 哪一些朋友 是你不用内耗去相处的 哪一些是你需要去经营的社交 或者说 你要留回给自己的密谈 这些现实 它不是仅仅用钱来衡量的现实 梦想它真的不保 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在马来西亚当歌手 当演员 当艺人 真的都可能比不过当KOL 当DJ也是一个打工人 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 当DJ很好 你有固定的收入 你有很多人在听你讲话 但是其实 这份工作它是我的梦想没有做 它真的是我念书时期就开始的梦想 但是如果今天 如果老板有在听 老板不要我的话 我其实也会不知道这一份梦想它可以支撑我多久 去到多远 那当然它就会来到一个现实层面 我还是要生活 那我还是得为现实妥协 所以我会很想跟那些可能跟我一样 我不知道你是自我保护欲的那一块跟我一样 还是说你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觉得说 我的那些有一点点负能量的毒鸡汤 它可以给到你一些什么的话 我只能够给你说的就是 我会跟你一样 你看吧 这世界上就是还有很多跟你一样 在梦想的路上也好 在人生的道路都好 它一样是很多很多的碰撞的 一样是有很多的阻碍的 就是你每个看到的光鲜亮丽 都只是你以为的 它背后一定也是摔得满身伤 所以你不是一个人 我不是让你说你不是一个人的对抗这个世界哦 我是说你不是一个最惨的人 因为搞不好永远有人比你更惨 所以你这样想的 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挺幸运的呢 哈喽你好 我是AdFM的哈娜欣怡